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全新的手機遊戲喔 那這款手機遊戲是在我們4月15號 也就是今天這邊錄影片的時候上市的遊戲 叫做我們的這個 阿瓦克 模型少女 應該是這樣念吧 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最特別的話就是 他的那個 裡面的角色全部除了我們這種就是那個 2D的圖以外呢 都還有3D的模型做出來喔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角色的話 之後如果要做成PVC或做成模型的話 應該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好不好 那玩法的話基本上也是回合制的戰鬥型類型遊戲啦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畫面看到的這些角色好不好 他們都會有一個那個3D的這個模型的組合 那其實裡面的故事劇情都還滿白痴的啦 就是他們除了我們以外的 就是不能讓大家看到他們會動這樣子喔 就真的還滿白痴 有一些就是比較特別的一些那個 小劇場這樣子喔 那像我們這樣的話通過一些劇情關卡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在地圖上跟一些就是小敵人戰鬥 那我們就可以取得這邊的一些小獎勵啦 那這些小獎勵的話都可以讓我們就是模型升級 或是變得更厲害這樣子喔 那模型的話基本上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他們的2D圖啊 真的設計的非常非常美麗 然後他們的這個3D的這個模組也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是喜歡這種就是模型系列的東西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覺得還滿開心的 而且這種東西的話到時候如果做成商品的話 應該都還滿讚的喔 而且這個看得到 看得到內褲欸 我天啊 有沒有看到 他基本上我覺得左邊的這個就是2D的這個美術啊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3D這邊的話也真的是做得很棒喔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做工那麼精細的這個3D的這個模型你知道嗎 真的是直接是模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還算不錯 那他這邊的話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圖鑑這邊啦 有一個AR3D的這個效果 我不知道我這個投影投影的投影出出來欸 然後我們可以切換到我們相機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把這角色派到我們這個有沒有 視角太低了是不是 我們可以把它派到我們的那個模型上面喔 哇 這個好像 好像有點問題喔 反正因為我目前來說的話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在地板上喔 這可能是因為那個吧 這可能是 欸 這樣可以出來嗎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接的是那個什麼 就是投影裝置啊 所以他沒辦法顯示出來 但是 如果大家就是有把那個角色用出來的話 基本上還算是 還蠻不錯 蠻可愛的 他們可以在就是畫面上面跳舞好不好 這個 大家自己再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啊我們這邊的話可能就是 沒辦法為大家展示這個 但是真的是蠻香的啊 如果你是很喜歡我們這個 模型的話 他有AR這個展示系統 那那些角色的話他都會在你面前跳舞 這樣感覺還算是不錯 他們會在你面前跳舞 真的是蠻可愛的這樣子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哲平試一下已經先要通到我們 就是一隻蛇耳 那這款遊戲的話 基本上他一開始的話 信箱是沒有送太多的東西了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你要打到我們的一隻十二之後呢 他會送你十連抽喔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打到一隻十二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的十連抽 到底會抽到什麼樣的一些角色這樣子喔 那裡面的故事劇情真的是還蠻 蠻有趣蠻可愛的啦 就是比較偏日常向的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種類型 模型的這種回合制遊戲戰鬥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來玩一下喔 那裡面的話就是在講一個那個 組織啦好不好 要讓模型他們都有就是登入名冊這樣 要不然就是他們就是那個 落單的模型什麼之類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這個劇情這樣子喔 但真的還蠻白癡的啦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他裡面的那個不是全語音系統喔 但是他們還是會有一些說話的配音 而且可以選擇中文或是日文的這個配音 我覺得還算是蠻優秀的我直接啊 什麼都不用考慮直接選了我們那個日文喔 反正這兩個好像就是原本是管理局派來的人啦 但是有一隻被我們收服了就是那個 花家 而且花家這隻角色的話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因為他的話他的大招式就是 蠶蠍斬啦有點類似我們那個 要刀機喔 要不然就是類似我們之前玩那個史萊姆的那個 就是 那個鬼丸吧 就是那個刺丸吧 就是那個 鬼族的那個就是紅色頭髮那個帥哥的那個招式 反正就是 只要擊殺殘血的人啦 他就可以一直在努力的打下去這樣感覺的角色喔 待會讓大家看一下喔 那這遊戲基本上的話他也是有自動戰鬥的 我覺得這遊戲玩到最後的話 應該最主要來說的話就是配陣型吧 因為他的大招的話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打橫牌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打什麼牌的 那些都是要非常非常的去研究一下喔 所以到後期的挑戰的話 雖然是可以自動戰鬥 但是在我們那個配上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配上那個戰鬥的那些牌組 或是我們的陣型來說的話 就會影響到我們後期的一些那個 戰鬥上面的一些那個 優勝的取得與否這樣子喔 然後裡面的每一個角色都還滿可愛的啦 那除了這些女性的這個模型以外 基本上裡面好像還有男角喔 那我是希望我都不要抽到男角啦 如果我抽到男角的話我應該會哭死吧 哈哈哈 希望不要喔 來了就是我們的大貓貓 大貓大貓是我們家自己的貓喔 反正在我們的家裡面好像就只有我啦 就是我們這個主人看得到他們講話 所以其他人進來的話都會就是 讓他們就是 他們就會故意裝成是模型的樣子喔 然後我覺得一開始的劇情真的還滿可愛 大家如果有來玩的話都可以看一下喔 怎麼了他什麼手斷掉了 嘿 嘿 哇他被貓咬斷手手了喔 哇哇哇哇 被蛇鴨斷過腿喔 被蛇鴨斷過腿啦 他腿斷了欸 哇 哇 蛤 我們第一隻地區大BOSS原來就是打我們自己家的貓是不是 涼丸好不好 愛貓社區中的流浪貓 生性貪吃 絕招是肥嘟嘟的肚子 OK 來看一下喔 超大隻的欸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布陣的時期了啦 那大家看到我們這邊的話都會有一些就是那個橫牌有沒有 像我們這隻角色的話是一隻補師啦好不好 他是補師的話應該是補直線牌的 那 我們這隻角色的話是能夠就是 打一個那個橫牌一直線的那個大招 像我們這隻的話這個花家忍者的話 他就是一隻那個就是收頭的角色這樣子喔 那像我們這個優妓啊 優妓的話他就是一隻坦克喔 所以他可以放在正前面來擋住別人的傷害這樣子喔 那這就是我們的戰鬥畫面 那主要來說的話 你就是要利用我們的角色去佈陣啦 然後再就是放一些陣型的角色 那同樣品牌的這個模型的話 會讓他就是有加分的效果喔 所以像這邊的話他們都有一些就是那個 那個同品牌或是不同品牌的一些種類這樣子喔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打完這關 才可以就是去抽一下我們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先來打完我們這個貓貓吧 一進去之後的話基本上他就會自動幫你戰鬥了這樣子喔 那你也是可以自己去開招 哇塞 你們要被貓貓打爆了喔 天哪 欸這貓貓血量很多捏 有點恐怖捏 先補個血 然後我們這邊開大招 所以大招基本上我覺得是打範圍比較好一點點啦 然後這個是收割技喔 但是打不死的話你基本上就沒辦法一直連續了那個了 哇哈哈哈 貓貓衝撞 我們要一個模型爆了 好扯喔 喂喂喂喂 等等等等等等 幽記不能死喔 幽記死了我們其他就要爆開了 喔好險 應該是打得過 不愧是那個欸 要讓我們拿十連抽券的關卡欸 最後一關果然是比較難一點點的 不過那是因為哲平都沒有升級啦好不好 然後這個遊戲好像是沒有什麼三星級或是幾星級的東西的喔 所以這個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死掉或是怎樣之類的 這個遊戲好像只要通關就沒有問題了 大貓怎麼了 哈哈哈 圓上真的是齁 各種惹事喔 他們劇情的話就是比較偏向一個日常般 但是也有一個小主線那種感覺這樣子喔 來來來 那我們今天終於可以抽個十連抽了各位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十連抽到底會抽到什麼東西喔 來看一下哈 反正這邊都可以進行模型保養然後去升級啦 然後下面這邊都有一些裝袋裝備的那種東西 可是我覺得比較小可惜的地方是就是 他這邊裝袋裝備 他角色的整個模組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會改變的話我覺得這遊戲證明就是超級無敵神了喔 不過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做到這種程度啦 畢竟他那個3D模型就已經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他如果再做到每一個都有那個配件的話 哇 那神了神了神了好不好 那我們基本上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抽一下我們的那個 隨機盒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抽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 十連抽 欸 因為我們已經有那個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卷子有11張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那個十一連抽 我們先來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抽到我們金色的角色這樣子喔 最好的應該就是我們那個金色的角色吧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呢 真品的機率是4.22%啦 那因為我們隨時都會有一些聊天室這邊的那個就是彈幕嘛 那他們就說其實出金的機率好像還滿高的喔 所以我們就來抽一下十連抽 看一下自己有沒有辦法拿到好角色 來囉 那開箱我覺得也是還滿酷炫的 你只要把這個撕開喔 好像有一個金的 水水水水水 然後他就會跳出來 哇 是我們的優寂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重磚職業的優寂 好 沒有問題 再下一隻是我們的 本裡面有超多這種就是 超像小朋友玩具的東西你知道嗎 你看 咖啡小子 下一隻應該就是金色喔 看一下我們新色的手抽是誰喔 希望是女... 哇 機械戰車這很帥耶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模組真的做的還滿好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好不好 那這款遊戲叫做我們的這個 模型少女好不好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而且基本上他們的這個模組做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你還可以去跟他們互動動他們這樣子喔 那我剛剛沒有看清楚我的手抽是誰啦 那個就不怎麼重要了好不好 欸 謝謝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一起討論一下 我是覺得這遊戲的這個模組做的還算是滿精緻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歡模型的一些朋友們的話呢 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你可以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而且它故事劇情是做的還滿OK的 而且裡面的話有非常非常多一些就是 更多的一些角色啊 而且其實造型都做得非常非常好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看這些角色 被做成那個模型的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都可以再繼續來關注一下這款遊戲好不好 那麼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曲品宰 見囉 大家掰掰啦